大家好 这段时间我们养护三角梅有三怕 尤其是像这种刚刚开花的三角梅 因为这段时间风比较大 而且空气比较干燥 所以这段时间开花的三角梅 第一怕就是怕土壤会一干燥 如果说土壤会一干燥 那么三角梅的花瓣就容易脱水 导致它提前脱落 所以我们要保证土壤的水分 一定要正常 不能给它过干 尤其是我们的养护环境 通风条件好的话 一定要给它增加浇水 第二就是怕积水 因为三角梅开花后 如果说土壤稍微有点积水 那么它的根系就会导致闷根 三角梅吸收土壤中的养分 能力就会下降 花朵的养分跟不上 就会提前花瓣掉落 或者是后面的花芽长不出来 第三怕就是怕农肥 有些坏友可能觉得 自己的三角梅开花特别多 要大量给它施肥 这样的话就容易导致根系出现肥害 然后影响到正常开花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给它施肥的话 最好是坚持薄肥 尽湿就可以了 平时我们用0-12金甲 给它浇灌按照1比1000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按照1比1200的比例就可以了 避免它出现肥害影响到开花 所以大家这段时间养护的三角梅开花的话 一定要避免它最怕的几个要点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